我希望折善慕子 而且是女中强荣 传统的真的是农家妇女 非常孝顺的幸福 一个好妈妈 好太太 母亲像月亮一样 照料 我家满窗 圣洁多梦 此乡 把窗外的光芒 未了闻与朝向 不怕 不云土 阿嬷说 十二岁 晕成三点多 走路去养妹 去湖口麦芭拉 所以她初小后就养成这种 坚持很不拔的坚持 十几岁就嫁到我们连家来 那时候就是因为阿公她的妈妈 在阿公九岁的时候她就去世了 所以家里没有遗嘱的 要人可以来帮忙做饭 所以就硬是把妈妈就娶回家 她就很早就跟妈妈娶回家 照料 我家满窗 圣洁多梦 自相发出外的光芒 特别印象深刻就是说 哥哥许天啊 你知道吗 我们忙外面可能就是一直忙 我每天 她除了忙外面之外 可能还说 吃点心到了 我们回来弄点心 快要中午了 要回来准备中餐 而且又不是只有一两个人 家里以前大小 跟师父一起就是五六个 家间就十几个人 将多的人要吃饭 她说生大阿班的时候 我的阿公就 自己抓起来 想要给媳妇做月子 又舍不得又放回去 又抓起来 想要给媳妇做月子 又舍不得又放回去 想说鸡拿去卖 可以卖很多钱来养家 最后还是用鸡蛋 麻油鸡酒给妈妈吃 给我妈妈吃 她舍不得那个鸡 不是说她对媳妇不好 是她真的是家庭环境不好 她也觉得说她能够体会 她觉得就很不错了 她有一眼说 自己的公公用这样子的方法 给她做月子 对公公非常非常的孝顺 非常孝顺的外公家 只要有什么事情 她一定都会回去找她 不是都是一大早把事情做完 趁睡午觉的时间 跑回去外公家 看外公外国 她是属于张力 下面要养个妹妹 一个弟弟 她也很有张力的工范 弟弟 虽然是走了 妹妹都很尊重她 她真的很疼 那些弟弟妹妹 她一直往生的时候 天天傍晚就在那马路边哭 在马路边看 再回想她的弟弟 想说以前弟弟在专门国中教授 下个就来我们家 再叛叛她的弟弟都不能回来 她一直不愿意离开这个家 因为这个家 她是一手创生出来的 到最后一口气 离开这个家里面 我觉得她 到最后一口气 还是挂念这个家 如果可以的话 说实话讲 如果可以的话 说实话讲 也感谢她 感谢她 感谢她 我不敢说 寄望什么 只没有她 而她 正面的付出 能够派会到 其他世界去 你一定要照我 真的 好 你看要什么 没有 没有 你看 你说那个衣服 对 要烧给那个 烧给很高贵的 她 她 孙子孙女她特别爱 不会爱自己 家里有好吃的都不是有 她就是拼命夹给孙子女吃 她自己 她自己 一眼睛 可一眼赖普多了 随便吃一吃了 你知道 所以我就说 她会爱孙子你 不会爱孙子 我很捨不得她 她这样子就跑掉了 这样子 就这样子静静的就离开我 没有跟我没讲什么 我都没想到她这么快就走掉了 我都没想到她这么快就走掉了 十几分钟 就完全放下了 就是从108年4月到 你过时的麦片 你才活了三年多 我们照顾你的三年多 可是你照顾我们的多久呢 你照顾我们好久 我们照顾阿高米不止这个时间 我们还买了很多的麦片箱 让你多活几天 礼拜六 礼拜五 我在照顾你 我看到你还没有问题 礼拜天早上 我要打电话给你 说你不行了 要送急诊 我还不相信 不相信说你会走得那么快 这一点 我真的是没有想到 哪里 员 我真是不信 我这是不信 我这一句 我都没见 音乐定限 你已远离 翻歌两端 苍天不语 我在想你 你可窒息 人生如梦 难舍梦醒 你已写下 老苦悲劲 婚姻梦前 心有灵犀 我要把你 深藏在心底 一切迷雷 我在心碎 天若有情 天已回老去 世界美容 不散的心 只是不愿 就这样分离 生命断肠 思念启肠 爱护着心 若人要灭肠 我会好好好 尽量的爱 我会出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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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自己盼望一天 能再失去 我们的苦 妈,不要说来世 不管再过几世 我都想做你的女儿 做你的孩子 都想要当他的身边 我们的爱中 如果是一个原来中暖派 能不能再出席 能不能再出席 那是一个用力 这就这么 pride乐 这就这么快 这就这样 对